作詞 作曲 李宗盛 在我隔壁的就是許地山先生的墓 我們講到許地山 首先要講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發展 中文學院我們知道香港大學1911年 但一開始有幾個晚清的遺老教書 那年代沒有所謂中文系 但有中文教 即是可以讀中文 這班遺老教的都是古老的四書五經 很傳統的學問 去到1927年的時候 當年的我們的港督金文泰 就是他自己本身對中文很有興趣 他的修養亦都非常之高 他就建議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 當時由香港大學校長帶著麗濟熙 其中一個當時在教的一個遺老 叫做麗濟熙去了南洋籌款 我們現在去到南洋的檳城去到太平 去到那些增龍會館都會見到賴濟熙的題字 因為他自己是增成人 好了 籌了錢之後就成立了中文學院 所以最早也是賴濟熙做這個 但是去到1931年的時候 香港大學就頒發了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胡錫 胡錫來到香港就一看 他說中國大陸已經五四運動 新聞學已經臨臨聲 但是香港仍然是四書五經很傳統的 他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 其實我們知道之前在1927年的時候 老順經過香港也有同樣的觀察 所以香港大學就… 希望胡錫可以留下來在那裡教 胡錫當然在哪裡會 他那時候在北大 怎麼會看得起你香港大學 所以他就說 你可以建議應該做這個教授 應該有些什麼需要呢 當時胡錫提了幾件事 第一,這個人一定要有相當的地位 學術地位 第二,一定要懂英文 為什麼要懂英文呢 因為你香港大學是一個英文的大學 如果你不懂英文 你就很難在一些職員會議 或者是學校的會議裡面去爭取資源 所以一定要懂英文 第三,最好是懂得說廣東話 因為這個地方基本上是一個廣東人的世界 但是老實說要符合這些條件的不是那麼容易 終於他都推薦了 就是許地山過來做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第一任的教授 許地山他自己本身在美國英國讀過書 他是研究宗教的 研究古代宗教 他對很多古代的語文都有所認識的 他來到之後就進行大改革了 就將這個中文學院變成文史哲三樣東西 其實奠定了後來的中文學院的規模 就是有文學、有歷史、有哲學 於是乎許地山教授奠定了中文學院的規格 就是有所謂的文史哲三樣在一起 另外當然許地山先生自己也是一個作家 他的筆名就是樂花生 他亦有很多著作流傳於世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他在1941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1940年蔡元培過世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由許地山先生打點的 但是很可惜我想他是職勞成疾 一年之後就是在1941年的8月4日 他就在香港過世 當時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亦都是這麼巧算 其實他死了之後都不到半年 香港就淪陷了 他剛剛在淪陷的前夕過世 所以這個墓碑應該是新的 之前應該有一個舊的墓碑 後來換了一個新的墓碑 就是由他的兒子和女兒立的 知道偶爾中中文學院都有人來掃墓 在我旁邊這個就是鄭氏良的墓 鄭氏良其實原先是孫中山的一個同學 但是孫中山先生描述 就說他上課沒什麼心機 他的心機但一說到革命他就很有興趣 其實他是來自一個可以說是會黨的家庭 即是家裡都是會黨中人 鄭氏良最重要的就是他成為孫中山成立輕忠會 之後他是輕忠會的會員 第一批的會員 另外就是在1900年的惠州起義 他就是那個起義的領導 這個惠州起義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這個所謂惠州三周田 其實就是今天的深圳東部華僑城旁邊的地方 我們知道在2000年的時候 在那裡立了個碑紀念這個三周田起義 我們知道第一次起義就是1895年的廣州的月尾起義 但是那次起義是一槍都未發 就被清廷發現了 但是這一次的惠州起義是真的打起來了 所以可以說是革命的第一槍 就是由鄭氏良他們發出 我們知道在惠州起義最初期的時候 曾經是取得過一些成功的 但是後來當然後繼不夠 一直打下去的時候 慢慢人們清兵越來越多 而革命黨就是人不夠 所以最後那場仗打敗了 打敗了之後鄭氏良就回來香港 但是很可惜他在一年之後 就好像是出席過一個晚宴之後 就是無端端地過了一生 其實是一個謎 究竟他是吃錯東西 還是被人讀呢 就不知道 他過了一生之後 因為他是基督徒 他就撞了在博富林的基督教墳像裡面 我們知道他的後人 其實是當時跟國民政府提出 要求將他撞回廣州 撞回廣州興宗會 廣州有個興宗會墳場 希望可以撞回廣州興宗會墳場 或者撞去黃花江墳場 但是似乎一直都沒有成事 我們今天還是有些奇怪 因為他是真是孫中山先生的的系 即是嫡系的人 他們是很老友的 但是可以說是第一個為革命真是捐軀的革命人物 其實沒什麼人留意到原來他是撞在這裡 因為他是用自己寫著他的別字 後人寫著他叫拔臣 我想沒什麼人會留意到 鄭拔臣原來就是鄭氏良 所以這裡真真正正是一個革命家的墓 但這個墓有很多迷 我們現在也有些莫名其妙的 就是他的整個設計 都是比較特別一些 甚至有些顆星 我想可能後期也經過一些修改等等 我後面這裡就是黃毓初的墓 黃毓初是道祭會堂的一個牧師 他其實是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 因為他的父親就是黃毓心 也是早年的一個牧師 孫中山先生就讀西醫書院的時候 因為他旁邊就是道祭會堂 所以很多時候他都會去道祭會堂 跟黃毓初牧師談很多事情 我們也相信黃毓初牧師 對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黃毓初牧師雖然是一個牧師 但他的思想都是相當新的 他也是對於當時的中國有他的看法 所以究竟他對孫中山的影響有多大 我們不知道 還有我們在這裡也看到 他有兩個兒子都值得一提 其中一個就叫黃崇益 黃崇益就是香港大學的第一個華人教授 他是病理學 他應該從牛津回來的 即是讀博士回來的 即是一個非常出色的 研究病理學的專家 他也在香港出過一本 關於病理學的一本書籍 但很可惜他很年輕 就患病去世 另外一個可能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黃崇益 黃崇益 黃崇益應該是在天津讀書 他就是後來一直跟著孫中山先生 甚至後來又跟著蔣介石去了台灣 這個就是一個法律學的專家 所以他應該來說 對於中華民國初期的一些法律定定 都是很有貢獻的 所以這家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物 在我後面就是李樹薰醫生的毛 李樹薰醫生其實他是做過孫中山先生的醫學顧問 他是讀過香港大學 他也是去外國留學的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但另一方面他也是跟過孫中山 我想孫中山在廣州建立政權的時候 他就是他的醫學顧問 李樹薰比較有名的就是他後來成為 在香港成為養和醫院 他不是創辦人 但是養和醫院其實最初創辦的時候 就扮得一般的 就是李樹薰摺了手之後 就將這個醫院越來越好 所以現在我們記得他就是養和的院長 他過身之後就由他的弟弟李樹薰繼任 李樹薰就更加厲害了 因為他是相當長壽 他過成過百歲 特別值得留意的就是 這裡有他的對戀 值得留意的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革命家 武衣沾 武衣沾其實也葬在這個墳場 他和李玉堂林滬 他們是香港同盟會分會的骨幹人物 他就說他寫著 見國有芳菲一日 著書無著筆千秋 這個是對李樹薰醫生 一個非常之高的一個評價 所以據說 在李樹薰的生前 亦都已經聽過這一句 他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肯定 所以他很高興 所以這裡我們就看到李樹薰醫生 你發現他的女婿 其中一個女兒 就嫁給了永安公司姓郭的家族 在這個墳場裏面有一件很突顯的 就是因為大家是基督教家庭 很多時候互相通婚 你就會發現 就算是先師、永安、大生 他們之間都互相通婚 很多姓郭、姓馬 所以在這裡我們剛才又見到 譬如說霍正山牧師 他們有兩個女兒 一個女兒就嫁給馬應彪 先師的馬應彪 另一個嫁給郭、郭傳 就是永安公司 所以在這個墳場裏面是很突顯的事情